各位早上好 欢迎达成2024年6月25号 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郭阳子 各位早安 我是王峰 首先带你关注今日头条 全国科技大会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和中国科学院第21次院士大会 中国工程院第17次院士大会 2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 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 并发表重要讲话 24号上午时时 大会开始 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 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您是号角响起 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3年度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院士颁发奖章 证书 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 为其他获奖代表颁发证书 习近平其后发表重要讲话 他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中国基础前沿研究实现新突破 战略高技术领域迎来新跨越 习近平强调 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 提高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 鼓励自由探索 助劳科技创新根基和底座 习近平指出 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助力发展新制生产力 要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统筹各类创新平台建设 加强创新资源优化配置 要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议体改革 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 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 结构合理 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要深入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在开放合作中实现自立自强 习近平表示 希望两院院士当好科技前沿的开拓者 重大任务的单纲者 青年人才成长的引领者 科学家精神的示范者 广大科技工作者 要自觉把学术追求 融入建设科技强国的伟大事业 创造出无愧时代不复人民的新业绩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 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 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 鼓足干劲 发奋图强 团结奋斗 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 奋勇前进 会前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 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在24号上午揭晓 分别授予了武汉大学李德仁院士 和清华大学的薛奇坤院士 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分别授予武汉大学李德仁院士 和清华大学的薛奇坤院士 今年85岁的李德仁 是中国高精度高分辨率 对地观测系统的开创者之一 极大推动了中国测绘摇杆产业的 跨越式发展 2010年进国务院批准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 重大专项全面启动实施 李德仁参与了这一专项的顶层设计 经过十年建设 实现了中国摇杆卫星系统的自主可控 从2013年4月首颗高分一号卫星 发射成功到今天 高分专项已成功发射14颗卫星 现年61岁的薛奇坤 是凝聚态物理领域 享有国际生育的实验物理学家 他带领团队首次在实验上 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家 发现的最重要科学效应之一 他带领团队发现界面高温超导 在国际上开辟了高温超导的 全新研究方向 在实验技术发展方面 薛奇坤还创新性地将分子数外延 扫描隧道显微镜 较分辨光电子能谱 等多种互补的精密实验手段 互联于一个超高真空系统 解决了低微量子材料 对环境污染及其敏感的关键问题 2012年底 薛奇坤团队在世界上首次 在实验上观测到了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我们这个实验过程可以看到 我们几乎要穷尽所有的可能性 体现了这种在科学上 追求极致上的一种态度 冯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4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同来华举行国制访问的波兰总统杜达 举行会谈 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习近平为杜达举行了欢迎仪式 杜达在习近平陪同下 检约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政队 之后双方举行了会谈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波建交75周年 75年来 中波关系始终保持平稳发展 建交75年来 双边关系始终保持平稳发展 不断为两国传统友谊 注入新活力 八年前 我对波兰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我们共同决定将中波关系提升为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在我们的战略引领下 中波各领域交流合作 全面拓展生化 合作成果汇集两国人民 相信通过这次访问 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将得到深入发展 习近平指出 双方要继续坚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互利合作 共同反对冷战思维阵营对抗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双方要加强各领域合作的 战略协调和统筹规划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保障和推进中欧班列等重大项目合作 加强贸易 农业 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 中方支持扩大双向投资 希望波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 公正 非歧视的营生环境 中方决定对波兰公民实施15日单方面免签政策 双方要大力推动两国文化 青年等领域交流 中方愿同波兰等国一道 促进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可持续发展 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杜达表示 波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院同中方继续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深化经贸 农业 人温等领域交流合作 拓展数字经济 新能源汽车等新领域合作 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波兰投资 波方院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 推动波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进一步发展 双方还叫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强调 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 就是劝和促谈 政治解决 中方反对一些人 借口中俄正常贸易 转移矛盾 抹黑中国 中方愿继续以自己的方式 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发挥建设性作用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 关于经贸 农业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中方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共和国 关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 行动计划2024至2027年 凤凰卫视 总华报道 今年是中国和波兰建交75周年 两国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共和国 关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 确认优先开展经贸投资互联互通 科技和绿色发展 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 在经贸投资方面 行动计划指出 双方认识到中博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 愿建立更加平衡的双边经贸伙伴关系 将积极改善贸易平衡状况 扩大波兰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准入 双方愿共同致力于推动波兰产品对华出口 便利农产品检验检疫准入 扩大农食产品贸易规模 双方将推动波兰禽肉 鲜石蓝莓 菜豆 野生水产品 尽早抒滑 双方支持在电动汽车 绿色发展 物流等领域 开展双向投资合作 改善投资环境 为两国企业进入对方市场 提供机会平等 公平竞争营商环境 在互联互通方面 行动计划指出 双方愿商签深化铁路领域双边合作协议 进一步加强铁路合作 推动亚欧铁路互联互通 双方认为 中波轮串公司是两国航运合作的典范 支持其继续快速发展 双方将不断加强关系合作 进一步深化包括点对点关系合作在内的 海关贸易安全和通关便利化合作 双方愿适时更新 中波两国民航运输协定 为航线运营提供更多机会 在科技和绿色发展方面 双方愿充分利用 中波政府兼科技合作委员会机制 支持两国科研机构 高校企业等深化科研合作 双方将加强在新材料 清洁能源可持续发展 能源资源供应多元化等绿色经济领域的合作 在人文交流方面 双方愿继续加强两国艺术家 专家学者和文化机构等交流 增进文明交流互建 愿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领域合作 鼓励双方高校联合举办有关活动 同意积极推动两国游客往来 高质量可持续增长 愿加强旅游机构和行业间合作 双方愿在各自法律框架下 进一步推动签证便利化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与陪同波兰总统杜达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波兰总统夫人阿加塔 24号下午共同参观了中国国家大剧院 两国元首夫人一同参观大剧院设施 并饶有兴致观看艺术馆 北京燕京八角 飞翼艺术精品特展 彭丽媛表示 中国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传统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相信随着中国文化交流互建不断丰富 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也将会日益加深 稍后关注更多的时事要闻 我们一会见 欢迎回来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雨表示 6月20号至24号 日惠比兽贺晚号等四艘渔船 和数艘巡视船 先后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 中国海警舰艇 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 并警告驱离 钓鱼岛及其附手岛屿 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海警舰艇依法 在本国管辖海域开展海上 维权执法活动 中方敦促日方 立即停止在这边海域的一切违法活动 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韩国京畿道华城市一家电池工厂 24号发生了大型火灾 造成22人死亡 韩方表示 根据个人物品等初步判断 有17名中国公民 确切的人数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认 韩国曾通议 血液对遇难者表示哀悼 政府则安排遇难者家属来韩善后 各政党都表示 会全力支援善后工作 我现在所持的位置是 韩国经济道华城市的发生火灾的电池工厂 24日发生了严重火灾 造成22人死亡 其中十多人是中国人 韩国警方表示 死亡者都在工厂二楼发现 外国人遇难者多的原因是 大部分是老物公司派遣的 短期外国人劳动者 他们不太熟悉工厂内部 所以哪里逃脱 韩国政府尚未确认 火灾发生的具体原因 但初步调查显示 离电池检测包装的过程中 出现了电池爆炸 从电池引发的火情 15秒内几句扩散 韩国总统尹熙悦到达火灾现场 检查应对情况 并向遇难者表示哀悼 他指示韩国相关部门 全力以赴进行搜救 韩国指证等方面 也派出人员到现场 并对于发生如此重大事故 向国民低头表示迁迷 在野党方面也有人员到现场称 韩风会支援死亡者遗述来韩国 处理遗地等后续工作 外国的犠牲家的家族 在这事故的现场上 身心を掃除 身份を擬伤할 수 있도록 出力国家 관련的 裁判状况 行政策が 完遍できるよう 国内的 역할を 体制成立 凤凰卫视金之贤 韩国经济道 华城市报道 中国驻韩使馆证实 有十余名中国公民 不幸在锂电池大火当中遇难 使馆已经启动应急急证 中国驻韩大使刑海明 赶赴火在现场 实地了解事故情况 搜救进展 还有善后的安排 他促进韩方 尽快查明事故原因 做好善后处理 为中国遇难者家属 提供一切的必要支援 中国驻韩大使刑海明 24号深夜 赶赴金基道 华城电池工厂 或在现场 实地了解事故情况 搜救进展 善后安排 并听取韩国政府 和消防部门有关介绍 刑海明促行韩方 尽快查明事故原因 做好善后处理 为中国遇难者家属 提供一切有必要的支援 韩方表示 仅对中国公民 在事故中不幸遇难 审表哀悼 允协助中方全力救助 并走好善后 随后 他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次华城电池工厂火灾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 特别是有多位中国公民 不幸遇难 感到极为沉痛 这次华城电池工厂 出了重大的事故 火灾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 我们十分的悲痛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关注此事 只是我们和韩方做好协调 务必做好相关的善后 紧对遇难者 中国同胞的遇难者 表示沉痛的哀悼 对遇难者的家属表示慰问 对伤者也表示慰问 韩国政府 各级政府也是请尽全力 关注此事 做出了救助方面的安排 我们也和韩方有关部门 进行了密切的沟通 配合与协调 我们中国驻韩国大使馆 尽全力做好善后工作 谢谢大家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韩国最大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在8月份 将会选出新一届的领导班子 而党会李在明 24号宣布辞去党首的职务 预料会挑战连任 李在明表示 国民和国家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他将会思考党派 和他本人未来的前进方向 李在明当天上午 在党内最高委员会议结束之后 宣布辞职 党务由党边站带 根据党章 党魁及党内高层 在登记参选之前 必须要辞去党内的职务 以在明今年的1月2号预期 颈部被刺伤 随后接受了手术和治疗 并且在15天之后重返党务 而朝鲜半岛局 是在近期是再度紧张 朝鲜在5月底6月初 开展了空投战将大量装有垃圾的气球飘入韩国境内 但韩国政府也召开了国务会议表决通过终止919军事结议 这也意味着首尔可以恢复在军事分界线的附近展开军事训练和重启扩英气广播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24号在华盛顿表示 朝俄关系的增进不仅令美国感到关切 也同样令中国不安 担心朝鲜可能在俄罗斯的支持下 采取进一步挑衅行为 导致东北亚危机升级 即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朝鲜后 拜登政府多次表达关切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24号 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表讲话时称 中国同样对朝俄关系的增进感到不安 坎贝尔还指出俄罗斯正在试图加大对朝鲜的支持 包括对核能力的支持 坎贝尔表示虽然中国与俄罗斯在对抗西方立场上一致 但中俄对于朝鲜问题有着不同看法 这可能导致未来中俄关系的紧张 中俄关系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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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了一份联合声明以最强烈措辞 谴责朝俄军事合作 包括朝鲜向俄罗斯转让武器 美日韩也重申将进一步加强外交与安全合作 应对朝鲜威胁防止局势升级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俄乌战事依然在持续 针对此前 乌军使用了美制的导弹攻击克里米亚 美国国防部回应指出 乌克兰是自行做出的目标决策 而俄罗斯则警告说会采取报复行动 每日同时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宣布 任命安德烈·戈纳托弗为新任乌克兰武装部队司令 针对乌克兰使用美制陆军战术导弹袭击克里米亚 美国五角大楼24日表示 乌克兰对袭击目标的决定都是自行做出 与美方无关 俄罗斯官员则表示 这场冲突正进入迄今为止最危险的升级阶段 俄罗斯外交部就此事召见美国驻俄大使特雷西 并指责美方对俄发动混合战争 实际上已成为冲突的一方 俄罗斯不会姑息必将采取报复措施 此前 乌克兰发射的美制导弹 袭击了克里米亚一处度假海滩 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 造成多人死亡 百余人受伤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 导弹瞄准相关数据由美国提供 此次袭击首先应由美方负责 另一方面 俄军24日 对乌克兰东部敦涅茨克地区 波克罗夫斯克的两波导弹袭击 造成至少5人死亡 40人受伤 其中包括4名儿童 俄罗斯还对乌克兰南部城市 奥德萨发动攻袭 造成4人受伤 此外 俄军24日表示 在各个战线上击退乌军10多次反攻 并主动发起多次攻势 摧毁了乌军8座野战武器弹药库 俄防空系统也拦截了数枚导弹 击落100余架无人机 乌军同日称 过去24小时内 摧毁了俄军多辆坦克及装甲车 并打击了雷达战 防空设施等俄军目标 而美国新一批军事援助 以缓解乌军弹药短缺问题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宣布 以任命安德烈格纳托夫准将 为乌克兰武装部队联合部队司令 接体游礼索多尔中将 此前有报道称 索多尔在本轮俄乌战事中表现不佳 泽连斯基同日还向乌克兰安全局 特别行动中心A的成员颁发奖项 赞扬其在打击俄罗斯炼油厂 码头和基地等方面的攻击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6月24号 顿巴斯俄军消息人士表示 乌军加强在扎布罗热 哈尔科夫和乌格莱达尔方向 火力侦查 专家观点是 乌军很可能会在今年的7月中旬 从这几个方向对俄军反攻 来看一下本台记者 发自顿巴斯俄军阵线的现场报道 军马未动 粮草先行 我们现在从对俄军车前往 俄罗斯在顿巴斯某地的 俄军的后勤保障中心 包括修理大队 包括食品配送中心 以及油料分队等等 这里是某海军陆战旅的无人机大队 这个大队将无人机拆分成多个系统 模块化管理 技术创新分队 还利用战场回收的乌军廉价机型进行研究 并改进几方无人机的作战功能 这个大队自己开发了一款利用木板和塑料金属架组合的穿越机 可携带一枚大口径迫击炮弹 制作成本极低却作用巨大 在恰索夫雅尔方向 一辆伪装的很好的德国鲍尔坦克就被爆销了 而这架无人机加炮弹价格连一千美元都不到 这里是顿巴斯某地的军械修理大队 修理大队有一个部门专门对乌军在战场上被击毁 遗弃和俄军缴获的装备进行回收 后送和修复 这辆特齐二坦克 使乌军在战场上故障后被遗弃 被修理大队拖回了后方 专家先要去掉乌军的标记 然后修补炮管和发动机系统 这种装备两军都具有普遍的通用性 更换了总成后 装备能够迅速成为战斗力 并重返前线进行作战 作为顿巴斯卢干斯克方面军的后勤面包中心 主要负责若干一线部队的主石供应 这个中心每天分四个班次上岗 早晨四点开工至赤日四点24小时开启烤炉 中心的专家表示 不让一线官兵吃隔夜的面包 两年多来如一日 顿尼茨克方面军某野战医院 担负130余个单位为请保障 这所野战医院还随各编队 开辟了前进的医疗大队 负责一线重伤员的分解 急救和后送任务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香港商业电台的一则报道 提到了欧盟外长开会 通过对俄罗斯实施第十四轮的制裁 首次是有措施时触及到了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 但是不包括进口禁令 新措施禁止成员国港口转运俄罗斯天然气 也会禁止向俄国的天然气项目提供新投资或是服务 将于9个月的过渡期之后生效 分析就指 由于欧洲仍然会向俄方进口天然气 而俄罗斯的整体天然气出口 也只有约10%经欧洲转运到亚洲 所以预料措施的影响并不大 而欧盟官员则估计 俄方只会对几百万欧元的经济造成损失 那么同时呢 欧盟还增加制裁116名个人和实体 指控他们涉嫌协助俄罗斯的军工业 这些个人和实体就包括了中国 土耳其 印度 哈萨克 以及朝鲜等国的企业 另外加沙战事还在持续当中 以色列军方继续向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西部和北部挺进 而坦克已经到达西北部的马瓦西难民营的边缘 以军总参谋长哈莱维24号表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表示 以色列依然是致力于达成加沙停火和人员交还协议 以军总参谋长哈莱维24日视察在拉法作战的以军部队时表示 以军即将消灭由四个营组成的哈马斯拉法旅 以军在拉法的行动中打死大量武装人员 摧毁包括地道在内的大量基础设施 但哈莱维解释说 这不是说恐怖分子不再存在 而是他们不再以作战部队的形式运作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议会讲话时表示 以色列仍致力于推动此前 由以色列提出美国总统拜登公布的加沙停火和人员交换协议方案 立场没有改变 但他同时重申消灭哈马斯和带回所有被扣押人员前 不会结束战争 不过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地位正受到威胁 他被指在2009至2016年间绕过正当程序 耗资20亿美元购买德国潜艇和军舰 国家调查委员会当天发信 警告报告结论可能对他不利 内塔尼亚胡辩称 相关决定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加沙的战事持续 有医护人员称 以军24日空袭两个分别位于北部加沙城 以及南部城镇巴尼苏海拉的粮食分发中心 造成11人死亡 包括护送物资车队的人员 以军又说 在23日夜间的无人机袭击行动中 打死了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 称这名成员曾参与战略武器研发项目 另外 以色列被扣押人员的家属组织 公开一段新的视频 显示三名以色列人去年10月 在出席音乐节期间被哈马斯掳走的经过 三人年龄介乎23岁到33岁 有人满脸鲜血 失去左臂 被押上皮卡车带走 其中一人还录了一段视频讲话 期待能够尽快与家人团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以色列防长加兰特会晤 讨论加沙战后治理计划 而双方在哪些方面出现了分歧呢 在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和纽约直播时记者陈英谦 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 英谦你好 把时间交给你了 杨子王峰早上好 下面我们来看美国方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4号 向访问华盛顿的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强调 以色列需要避免加沙冲突升级 并制定一项后加沙战争时期的治理计划 不过双方对于加沙战后的治理和控制权 尚未达成一致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24号 在一片抗议声中抵达美国国务院 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晤 加尔特在会晤前表示 此次访美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中情局局长伯恩斯 以及多位白宫高级官员的会晤 对于加沙战争的未来 实现以色列的战争目标 以及以色列北部边境发展都至关重要 而华盛顿方面则不断敦促以色列 要制定一份战后计划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3号表示 以哈战争的密集阶段即将结束 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结束 以色列将继续使用武力遏制激进组织 这使得战争可能很快进入到一个变革期 美国国务院重申 美国反对以色列重新占领加沙 加沙应该由巴勒斯坦人主导致力 但在这一问题上 美与尚未达成一致 内塔尼亚胡虽然同意战后文职政府 让巴勒斯坦人参与 但以色列军方必须保持对加沙的全面安全控制 冯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一 华盛顿报道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 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24日报道表示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首场辩论 即将在本周开启 本次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CEN所筹办的辩论 将采取全新的辩论赛制 包括将推出麦克风静音的规则 这意味着在90分钟的辩论当中 除非轮到候选人发言 否则他们的麦克风将被静音 现场不会有候选人对主持人提问的插话 或者是与对手一来一往的争辩 或者是对于现场观众的实时回应 这个规定是1960年 美国总统大选举办以来的首次 另外 辩论期间将会有两次广告插入 但是拜登和特朗普都不得在广告期间 与他们的团队进行磋商 两人也不得使用任何预先准备好的笔记 只能够在现场获得纸笔和水 美国选举专家表示 这些规则更注重实质性的问题和政策阐释 不会充满喧闹的人声攻击和互相争吵 相对也会更加有利于拜登 我们再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日的报道称 美国最高法院预计最快 会在本周对特朗普豁免权做出裁决 此前特朗普方面曾提出上诉 要求申请在2020年涉嫌推翻大选结果案当中 适用美国在任总统的豁免权 免于被起诉 特朗普方面表示 如果没有总统豁免权 总统在任期内施政时 就会受到束缚 担心一旦离开白宫 就会被检察官以各种理由起诉 美国最高法是美国司法系统的最终上诉法庭 有权去评审和推翻下级法院的裁决 也是宪法的最终解释者 现在最高法有9名大法官 6人是共和党 其中3人都是由特朗普提名的 美国媒体称 大法官之间似乎是有项共识 那就是围绕特朗普案新增的法律程序越多 将会越有利于特朗普 让对他的庭审会很难 在今年大选前完全展开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方面 现在就把现场交换给香港 好的了解 谢谢英谦带来的分享 另外来关注到的是 随着6月28号 总统大选的临近 6名伊朗总统候选人 正在全力的拉票当中 伊朗已故领袖霍梅尼的曾孙 艾哈迈德霍梅尼亲自站台 支持改革派候选人佩泽石基安 艾哈迈德霍梅尼还接受了 凤凰卫视的独家采访 他鼓励民众用选票改变伊朗的方向 25岁的艾哈迈德霍梅尼是伊朗伊斯坦共和国创始人霍梅尼的曾孙 霍梅尼去世35年后 他的家族成员几乎所有人都倾向于改革派 艾哈迈德的父亲哈森霍梅尼是霍梅尼家族的继承人 负责管理霍梅尼领务 作为教士 他们都支持伊朗的改革派 主张改善于世界的关系 主席 为了改变的制裁在国际上 改变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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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们的制裁 在这种改变 在这种改变的制裁 我们的朋友们想要改变 在每个人的制裁 可能要有少量的 和少量的 如果在前面的 不信任何以益力 可以的力量 十至今日 霍美尼家族依然在伊朗社会有很大影响力 埃哈米德霍美尼在曾祖父的故居 呼吁民众投票来抵制乔因派 埃哈米德霍美尼在社交平台Instagram上 拥有65万多名的粉丝 2019年在网上流传他骑马的照片 由伊朗媒体批评他西方奢侈的生活方式 损害了霍美尼的声誉 但埃哈迈德霍美尼否认他的生活方式特殊 认为有幕后黑手借此来攻击他的父亲哈萨霍美尼 阻止他竞选专家会议 这里是已故领袖霍美尼的故居 霍美尼生前他经常会在我身后的高台上发表演讲 如今他的后代也参与了这次的选举来支持佩泽世界 这表明这场选举并不是一场普通的为了争夺总统宝座的选举 更像是争夺和争论未来伊朗的路线的一场政治博弈 富豪卫视与这凯木森的海浪报道 更多焦点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第十五届下届大沃斯论坛 25号到27号就要在大连举行了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在论坛发表特别致辞 那目前论坛筹备的情况如何 现场有哪些看点呢 来看本地记者孙伟介稍早之前发回来的报道 我身后的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呢 是第十五届下届达沃斯论坛的主会场 这也是他第五次承担这样的使命 而在他的对面呢 这座巨型的绿色地球仪呢 也是这一次专门设立的街景地标 就要迎接来自全球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一千六百多名政商学和媒体界代表 在25号的开幕式上 国务院总理李强呢 将在我身后的全会厅来发表特别致辞 那在24号和25号呢 他还将先后会见越南总理范明正 和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施瓦布 那并同外国工商界代表来举行座谈和交流 那同时波兰总统杜达和越南总理范明正 也将会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 这场聚焦未来增长新前沿的世界经济论坛备受关注 今年论坛围绕六个议题 全球新经济 中国和世界 人工智能时代的企业家精神 产业心前沿 对人进行投资 以及自然与能源的相互联系 在接下来三天的时间里呢 在我身后的这个大大小小的会议室里啊 围绕这些议题将会有大约200多个场次的活动 那其中有50多个场次呢 是在网上进行直播的 所以观众也可以线上来观看 而像我身后的新领军者村 那包括像我旁边这一个个的互动的小空间里呢 也让中外的嘉宾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 来交换意见寻求共识 时隔五年在营达沃斯东道主大连呢 也是做足了准备 机场火车站街道旁呢 达沃斯的欢迎标语啊是随处可见 除了有细致周到的志愿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600多辆服务保障车辆当中呢 有80%是新能源汽车 而今年主会场啊 是实现了100%的绿电供应 空调系统呢 也是通过海水制冷来进行换热 那还有这辆完全是由电子垃圾制作而成的赛车 它想要启发人们在享受科技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要以更快的速度去应对科技所带来的问题 那主办方也表示啊 绿色地球不仅仅是远景目标 更要成为在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细节 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孙伟健薛一轩 在夏季达沃斯论坛现场发挥的报道 世界经济论坛第15届新领军者年会 及第15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今天起举行 今年是时隔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重回辽宁 也是第8次在大连举办 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 及夏季达沃斯论坛2005年 由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提出 旨在同每年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相辅相成 为全球成长型公司搭建平台 促进同世界1000强公司各国和地区政府间的互动对话 2007年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在中国渤海之宾的大连召开 并逐渐形成了由大连天津两座城市 轮流举办的双城特色 每年来自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 以及发达国家当中迅速发展的企业 齐聚一堂共商创新发展大计 2023年6月第14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以企业家精神世界经济驱动力为主题 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并致词 强调要更加真实沟通与交流 团结与合作 开放与共享 和平与稳定 呼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本届论坛举办地位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以未来增长的新前沿为主题 将组织约200场会议 围绕全球新经济 中国和世界 人工智能时代的企业家精神 产业新前沿 对人进行投资 气候自然与能源的相互联系 等六大方向进行探讨 中方官员惠贤指出 本届论坛将通过促进沟通对话 团结合作力量 凝聚发展共识 共同探寻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新路径 向国际社会展示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 展现中国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积极姿态 与世界共享 中国是现代化的机遇红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再来关注港澳方面消息 香港海关和消防处 在24号的下午 在深圳湾管制站联合进行了 代号为破廊的反恐情报 和危害物质事故演习 那这次演习 有超过50名海关和消防处人员参与 演习模拟海关人员 在出境货物检查大楼清关的时候 怀疑有一辆出境的轻型货车的司机 和恐怖活动有关 便立即启动了紧急应变计划 通报了消防处 并且通报了跨部门 反恐专则组跟进 那演习当中 海关人员利用新引入的 智能车底机器人 协助查验跨境车辆 以防止违禁品 以及受管政务品 非法进出香港 或由香港转运到内地 澳门特区政府24号 公布海洋功能区化 及海域规划 并表示 两份规划 与城市总体规划 互相配合 按照澳门的资深条件 规划出海域利用与发展 澳门特别行政区 海洋功能区化 将澳门85平方公里的 海域面积 与城市总体规划相衔接 按照澳门的区位条件 自然资源 开发利用现状 和社会发展需求等因素 辨持而成 每个海洋功能区 具有用途管制 用海方式控制 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 海洋功能区分为三个级别 一级类以策略定位 区域协调为原则 划分三个功能区 包括海洋发展区 海洋保护区和海洋保留区 二级类以区位条件 主导功能为依据 将一级类功能区 分为八种不同的功能区 如交通运输 旅游问题用海区等 三级类以用海需求 开发现状为导向 将二级类功能区 分为19种不同的功能区 如港口区 航道区 与风景旅游用海区等 另外 当局也公布 澳门特别行政区 海域规划 在明确海洋功能区化的基础上 对海域的使用 开发和保护 制定规划 涵盖移居城市建设 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 提升海洋防灾减灾能力 海洋旅游 海上体育 海洋文化 区域合作等方面的 海域利用与发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稍后回来一起关注 财经方面的消息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 美股周一走出了 分化的行情 道琼斯工业指数 升至一个月的高位 标普白指数 则是连跌第三天 投资者调整投资组合 卖出与人工智能 相关的股份 转为吸纳表现落后的股份 当中的英伟达 在下跌 接近6.7% 进入到了技术回调区 市值也是跌穿了 3万亿美元 并且拖累了 多支半导体股走弱 来看一下具体数字 道琼斯工业指数 收报在39,411点 涨了260点 涨幅0.67% 纳斯克指数 收报在17,496点 跌了192点 跌幅1.09% 标普白指数 收报在5,447点 跌了16点 跌幅0.31% 我们来看一下 本台驻纽约记者 庞哲为我们做的总结分析 我们来看星期一 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 在星期一 呈现一个涨跌 互跌的格局 资金可以说是 从大型的科技产业股流出 而进入传统价值性的工业股 最有代表性的要算是 英伟达公司 连续多天呈现下降 并且拖累了同业股呈现走低 而同业股像微软公司 谷歌公司 以及亚马逊公司 也都是分别走低 因为它成为纳指当中 跌幅第二大的一个个股 跌幅超过6% 接近7%的范围 而在道指当中 是升幅比较好的 要算是有金融银行 相关的类股 以及传统原财股 其实类股当中 升幅比较出色的 有高盛公司 和摩根大同公司 跌幅比较大的 算是亚马逊和英特尔公司 而在标准pro500指数 11大行业股当中 升幅也是从上周开始 就是连连出现走高的 包括能源类股 公用类股 金融类股 以及消费性类股 在持得注意的 另外一个层面的消息 就是比特币连续多天 呈现下跌 而在星期一一举跌穿了 6万美元的 这个心理支撑线的价位 所以加密币相关的 类股和个股 包括开矿公司 以及到交易平台公司 都是呈现走跌 也对纳指造成 一定的负面拖累 在这个星期 还有一个系列的重要的 经济续出台 从星期二开始的 消费性指数 星期五呢 还有重要的 消费情绪指数 以及PCE 也就是联储衡量通胀 最关心的一个指数出台 同时 星期四还有耐用品订单 所以这些重量级数据出台 之前市场 基本上都会保持 比较审慎观望的心态 所以资金持续是 在行业类股当中 呈现一个盘整 说明是 10年仓债收益率是 4.246% 油价上升1.11% 是81.63亿桶作收 而金价上升0.64% 是2346.10美元一样子作收 以上是星期一情况 凤凰卫视旁者 纽约报道 好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 我们一会儿见